演的曾經時間 制作中的力球 認識《論語孟子》這些書的時候 通過朱熹去認識 很少直接去讀《論語孟子》 直接跟孔子孟子對話 通常都是通過珠希 论語孟子思想傳播到海外的時候 實際珠希一直起作用 珠希的確是全是孔孟的最好的代言人 我覺得需要一些可能 比較適合一般大眾讀的珠希的著作 你必須要先通過一個語言 讓不懂中文的讀者有機會讀得到 一物一太極 每一個物它本身就是一個太極 終極來講是一個大太極 可是每一個物本身是一個小太極 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 今天的世界文化大概就是這樣 每一個文化就是一個物 每一個文化都是一個小太極 可是有一個大太極可以包容在裡面 就是禮儀分數 不同文化怎麼樣應該怎麼相處共存 就像以前佛教對中國文化 曾經有過相當的一些挑戰 不過最終慢慢它是給中國包容上興趣 所以希望的話我想 如果互相互動交流 能得到自然的發展的話 中國文化同樣可以包納 就算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